《 周朝至春秋戰國》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會講《 周朝至春秋戰國》 其中一題的十五分論述題 這題目的問題是 周朝的封建和中華制度的崩解 是不是 引致了當時春秋戰國的社會政治病動 這次沒有問你同不同意 其實一定要同意 如果沒有問你同不同意 事家意識運的話 全部都一定要同學寫 是的 因為這個封建和中華制度的崩劃 是導致了春秋戰國的哪一個變動 可以嗎 記住留意 題目是有封建和中華 所以你一定要兩樣都寫 還有有社會和政治都一定要寫 不可以寫漏的 OK 首先我們看看這位同學的第一段主旨句 他說首先 封建制度的崩壞 先答A 然後B 導致了春秋時的諸侯 不尊重周失 甚至公然以下犯上 四處建平 其實 這個已經是春秋時期的政治變動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答得好就好像他這樣寫得 如果我再寫得好一點點 我就會在這裡前面加回春秋兩個字 以防呢 其實 再構題一點 春秋 即周失的封建 敗壞了 導致春秋時期的四處堅平 可以嗎 然後呢 例子是很重要的 它在它右邊其實有加例子 例如 鄭國 侵塵 老國 之類之類 講一下這個崩壞了封建之後 出現了什麼四處堅平的格局和例子 第一段就是這樣 第二段 第二段是用了中法的 中法制度敗壞 就導致了什麼呢 春秋時期的 諸侯和興大夫的奪位 其實這裡我覺得有些 可以再靚一點的東西 就是 散事貧身 四個字就已經講完剛才那幾個字了 諸侯和興大夫的散位 就是散事貧身 還有我也想再扣在這 就是不要寫後期 寫導致春秋 因為題目是問你春秋時期的政治和社會變動 這裡就是當時的政治變動 剛剛 四處堅平 散事貧身 都是政治變動 好了最後 也是 第三段 它寫到也是中法制度的 中法制度的崩壞 那導致了什麼呢 就是 就是 社會 春秋時期的社會的變化 就是貴族沒落 平民興起 好了 一樣 請你扣好這個題 其實它已經扣得很好 這樣再靚一點 就是 幫我寫春秋時期的 貴族沒落 和平民興起的 社會的變動 明白嗎 所以其實它是扣了題 講完周朝的封建 中法的崩壞 然後扣回春秋時期的 政治和社會的變動 可以嗎 它主紙句寫得好 基本上 裡面的內文都沒有問題 它可以加一些例子 可以嗎 例子也做得不錯 OK 可以問同學 看看 或者自己審試一下 自己做得好不好 好了